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聯合報昨天專訪 這個陳部長 他說雙城論壇 柯文哲給流氓奉茶 這流氓是在講大陸 柯文哲因為雙城論壇 就是台北跟上海的雙城論壇 這個雙城論壇是給流氓奉茶 所以大陸是流氓 這陳時中的定義 他就是打抗中保台這樣 這個是流氓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要選出一個抗中保台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抗中保台的蔡總統了 然後你還要再選一個 抗中保台的首都市長 給他四年或八年 那他說他是流氓 那如果他真的 你真的把他定義為流氓的話 陳時中說 如果雙城論壇是統戰的話 那不如不要辦 雙城論壇在我看來 那就是統戰 那不要辦 你現在就宣布不要辦 然後ECFA也不要辦 通通不要辦 因為他是流氓 那他是統戰 大陸對我們的 陸資陸生陸克 大三通小三通 哪一個不是統戰 他希望統一我們 他所有會台的措施 通通都是為了統戰 因為他把你當成同胞 他把你當成自己人 所以我們台港澳 在大陸會有居住證 只有台港澳有 其他的國家去 你去大陸他就當成外國人 他把台港澳當成自己人 所以他發居住證給你 你可以跟大陸的民眾 要去買高鐵什麼 買票什麼的 他是把你當成同胞 那你現在說人家是流氓 那就花情結協 那你就不要跟流氓做生意啊 你應該把台積電叫回來啊 對不對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 大陸從 當然也是兩岸關係的變化 那包括這個鳳梨 包括這個石斑魚 這個釋迦霖 他制裁我們很多 我們不是去WTO告了一年多嗎 大使你是專家 為什麼我們去WTO告了一年多 什麼都沒有呢 那到底我們在告什麼呢 那我們可不可以制裁 大陸我們什麼都不做啊 然後說就莫名其妙 罵人家是流氓 我不是幫蔣萬安拉票啦 因為我對蔣萬安有很多的批評 我說這樣的一個這種意識形態的人 這樣子的一個要選這個 這個台北市長喔 但是我的結論喔 我只能恭喜蔣萬安或黃珊珊 你們的對手是這麼極端的 謝謝洪文哥幫我開了個頭 來接下來我們到台灣來看看 有趣 來很多人最近很興奮 說韓國瑜回來了 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他提到了老闆性的錢不是錢 民進黨的三民主義呢 是民旨民高民騙 民進黨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局 至於詳細狀況到底講什麼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我也好久沒看到韓市長了 希望他一切平安 那看完了韓國瑜講話 我們來關心一下台北市的選情好了 因為台北市的選情就可以推斷 整個台灣大概民進黨會選成什麼樣子 最近讓大家很關注的 是陳時中10月1號跟賴蘇兩人同台 怎麼好像有點一冷一熱 說對蘇貞昌很熱情 我舉你的左手右手自己舉起來 可是對賴清德呢 不但湊了一張臉 我舉你的左手你的右手給我垂下來 可惡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是不是親書有別 那當然陳時中自己有解釋啦 說都是長官 感情都很好 沒有什麼大小眼的問題 可是偏偏我們的賴神啊 這次不神了 在陳時中的競選場的上面 居然講了一句話 說台北市是疫情的開始 這句話呢 網路上被轟爆了 甚至有89%的民眾覺得賴清德失言 會更減少陳時中的選票 也確實齁 從最近各方媒體的民調來看 陳時中基本上都是墊底的 好 陳時中不重要 我想請大家回想一下 2018跟2020的狀況 2018選得很好 選得很好 我說是國民黨 選完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大家都想選總統 對 那你看現在陳時中崩成這樣 那你覺得國民黨的2022 會選不好嗎 我想應該選得不錯 然後呢 就大家又要出來選總統了 就大家再出來殺一遍了 所以現在呢 就已經有媒體開始做民調了 就是中時 就是中天中時做的民調 我們來關注一下 說現在在國民黨裡面 跟在民進黨裡面 到底誰適合來選總統呢 不用多說了 侯友宜以百分之五十點二 在國民黨的支持者裡面 藍營群眾當中認為 國民黨最適合的獨佔凹頭 那在綠營裡面呢 當然不用提了 是我們的賴副總統賴秦德 那這兩個人在藍綠陣營裡面 支持度看起來好像都差不多 那假設兩人都出現 那在對決上一個 整天喊著要選總統的柯文哲 又會是什麼態勢呢 好根據這個民調做出來 我們來看 這個賴欣德是30%左右不到 那侯友宜是27% 兩個人大概只差了2.6% 哎呦很小的差距喔 國民黨好像有機會的感覺 好那柯文哲大概還有21%左右的支持度 不過沒有表態無反應的 其實還是有不少人 好那問題就來了 對賴清德來說 對柯文哲來說 哎這兩個人選2024沒有問題啊 不是啊 賴清德他是行政院長啊 屁股開 他他是副總統啊 那他選總統那也沒有問題啊 對柯文哲來說他2022就卸任啊 2024的時候他也無事一身輕啊 沒有問題啊 可是侯友宜比較麻煩啊 因為如果今年他選舉連任上了 那他2024想出來選的話 他得辭掉新北市長 所以 來 會不會選2024呢 新北市民就給出了很多的答案 泛蘭選民覺得 有可能會 也有可能不會 其實比例差不多 那泛綠的呢 就好像很希望侯友宜出來選 你選我去出來喔 弄你一個韓國瑜落跑 百分之五四點五超過五成 覺得他會 那民眾黨也是五成覺得 侯友宜會 欸這很妙 反正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 並沒有很希望他出來選總統 那不然你們希望誰呢 好來 這個效應呢 現在已經出現了 兩種 第一種 侯友宜出來選 對手攻擊他 第二種 侯友宜出來選 國民黨開始 開始亂 就我說的 選的 那縣市總選都好 選總統大家都想選 我們來看幾個新聞標題 侯友宜選2024 四成新北民眾認同 那林佳龍說 不要浪費選票啦 那不要投給他 讓他直接選總統就好了 侯友宜信息2024嗎 林佳龍說 新北市民要承絕他 2024扛重彈嗎 侯友宜說 勇於承擔 民進黨就酸說 哎呀你是有頭髮的韓國瑜 韓國瑜落跑劇本 照著眼嗎 有卓冠婷 就引用了中天的民調 說他就是 有頭髮的韓國瑜 所以侯友宜的高民調 是不是已經開始給 對手攻擊的機會了 另外呢 民調侯友宜獲得 50.2%的支持度 角逐2024 朱立倫有點不高興 說做這種民調 干預選舉 在罵我們啦 慘被碾壓 2024民調 藍營侯友宜奪冠 朱立倫說 扯其他的都是干擾 所以給了對手攻擊機會 也給了國民黨內部鬥爭的藉口嗎 兵哥 時間剩不多 我直接講結論 韓國瑜要出來參選 其實困難重重 為什麼藍軍的 對他相對制度反而比較低 認為他會出來選反而比較低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國民黨那哪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大家忘記了嗎 上次韓國瑜突然要出來選的時候 那次朱立那個 那時候黨主席吳敦毅 吳敦毅的制度還沒有 現在朱立倫高 那吳敦毅都還想選 對不對 所以哪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特別是今年2022假設國民黨贏了 那朱立倫更認為自己有正當性啊 所以他一定會出來嘛 那吳敦毅這個時候 他就算民調再高 他也不是穩贏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更亂 一定更亂 我個人是認為 2022國民黨就算贏 2024目前看起來機會也是很妙嘛 因為吳敦毅本身不被認為是正男軍 所以他要出來 國民黨那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會不爽 對 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認為 吳敦毅要選總統這條路 還非常漫長 中間的關卡 其實比韓國瑜都還要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 現在先不要去想那個 還是先把2022搞定再講 我看起來他好像 這個有一點 這個 這個 我怎麼說 有一點這個 非我莫屬 捨我其誰的這種 勇氣啦 就承擔的勇氣啦 我覺得從 我們在這個周邊朋友 還是有朋友在這個媒體界嘛 在這個 的一些觀察 知道一些消息 就是 侯市長他 就我提到 似乎有一種就是捨我其誰 要為這個國民黨奉獻的這種態勢 那當然 這個賓哥講的沒錯 因為 確實可能面臨很多的挑戰 那所以 大家從民調來看 反正對藍營選民來說大使 好像大家都覺得 是擔心他這個 重蹈韓國瑜的復撤 並沒有特別期待 由他在2024批掛上陣 我覺得藍營選民 這種深藍的 還是有一些很強烈的這個意識形態 對啦 價值體系 那你現在藍營的都規避這些 不曉得你在想什麼 那你的太 你以為我們這些藍營的 都是一些唯物主義啊 對不對 就是為了吃點飽飯 對不對 他搞一點小力 我們是有理想有報復的青年 你們搞政治 不要以為我們都是這些 丟兩塊錢 賞兩顆糖對不對 給兩顆乳蛋 我們就投票了 我要三顆 對啊 搞清楚 還是要搞清楚你的價值觀 對不對 我們也有台灣精神 我們的台灣精神 跟那個民進黨不一樣 你要搞出一套新的台灣精神出來 我們才認同 我是碰很多人都這樣 可能我比較 我比較 可是我跟很多 我因為我以前選過 還是有很多朋友叫我去接觸 大家都在精神上很缺乏 所以這些人給我們點精神良食 不要在那邊搞那些物質的 我們不缺糖吃 好像是有點 就是 我是沒有什麼意見 只是我從很多朋友身邊得知 好像就是 有點太快了 就是針對這個 當然也有些人說 等著看這個侯友宜 他在這個2022的選舉贏多少 如果贏得夠多 他就有底氣了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